老花姨开箱评测 今天给大家开的是一个橡皮树 哎 话不多说先打开 好的这花儿呢都喜欢养橡皮树 因为它的叶子很肥厚 看起来呢也比较好看 咱们呀这个是给弄了一个叫花金刚 哎 先开箱 当当当当当 这种橡皮树呢大多都是以这种大型的绿植去存在的 很多花儿也在养的但是总也养不好 老师问到老花姨 老花姨呀这个橡皮树该怎么养啊 大家其实来来回回还是记住五个字哈就是光水土气肥 像光照着一块呢橡皮树并不害怕阳光 尤其是这种带紧的啊这种花叶橡皮树呢就带紧 它其实就是叶绿色的一种缺失 它对光照的要求呢要稍微高一丢丢丢 要不然的话就反主因为没有光照可以养吗 也可以它耐阴性还是比较OK的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再长出来的叶子 或许就没有这种花花的那么好看了就变绿了 哎那搞不好就把你给绿了啊 咱们收到植物如果说盆土里面的水啊就像那种特别特别大的时候特别特别潮湿的时候呢 先打开看看 是不是他刚给你种进去了 还真是其实就这么一小颗 对吧 静姐又被套路了你发现了吗 然后用了这种特便宜的这个椰康给你种上的 哎 套路自古套路得人心你换个大盆好卖啊对吧你那么小盆 人认为太小了 然后呢咱们要做的是咱们把下面这些小的这个小叶子 其实这种一撇就下来了 就不要留着它了哎这个很硬的就留着哎这叶子给它撇掉 腾出来空间它才能够去拔高 如果说大家想要做泡泡糖就掐尖 如果说大家想要那长高就下面的 叶子给它穿一穿就行了往下面 好了 根系比较霸气 咱们重新栽种吧也不是那么个洋法呀 这个小盆也待不住它 有的话说用椰康行吗用椰康不是说不行 可以用椰康 但是最好是穿一些粪飞 好了 研究了一下那个盆太小了 这个盆已经到极限了就不能比这个盆再大了 接来呢咱们就往里边种 加入一层底土 好加入一层底肥 因为它根系很健康啊 像种一些个苗青比较健康比较挖晒的植物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加入一些底肥 这个就为了什么呢后期你就忘了施肥啊 是吧 它也不会生长不良 这几个根留着它吧没有必要动它 它的根系会长得很粗壮的看到没这是它的根 它就有点像咱们 之前说的那个千年木很像 没事不用着急往下面一捋就行了 不要埋得特别深啊宝贝们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如果说大家嫌这种裸露的比较难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铺一些面 这回的一个铺面选到的是一个 死枕也就是水洗过的粗合纱 可以往鱼缸里面放的那种 我铺面一个主要是什么呢 第一是为了美观 第二呢是 方便于打理 浇水的时候不用担心冲的哪哪都是土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完了 来接下来呢咱们浇水的时候往水里面稍微加两滴生根液 加两滴生根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加速它的浮盆 不需要太多它只是一个药引子而已 像大家日常的浇水的时候也可以用 或玩生根液 非常不错 你看咱们铺面以后浇水 高度可以拉高 它都不会说是 不用担心浇的土上面一个坑对吧 还比较的美观和漂亮 很干净很整洁 好了之后呢咱们的一个养护就注意不要让它强光暴晒就行了光照是可以见的 夏季高温的那种暴晒就不晒了你像春天这种光照 人感觉都很OK的时候就可以正常养护 你不用担心 好多的话就是在缓苗的时候一点光照不给见 浇了一边透水通风又差 结果就给弄死了 所以说不存在什么缓苗的一树就是 正常的一个养护别让它强光猛晒 等到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呢 缓慢的让它去见更多的日照 它是扛得住夏季的高温和暴晒的 比较皮实和好养的一个花但是呢它不耐寒 适合在室内做一个绿植盆栽作为一个观赏 而且让它长得很高很粗很壮啊 非常不错 觉得不错就点个赞想看什么开箱可以给老花一留言 然后呢大家在视频下方给他打一个分吧 满分是100 我是老花一养花最赞一下期再见不见不散 对不起 哎 嘿嘿 嘿嘿